以及SPA都可能出现 民众要千万小心了 夏天到了民众喜欢去游泳池玩水消暑 但北部一名30多岁女子 日前去新北某室内清水设施游玩 竟连命都没了 她7月26日出现头痛肩颈僵硬 后续出现发烧胃寒抽搐 竟在8月1日身亡 前后才7天才简体送宴 却认为服侍内阁里阿米巴原虫感染所导致 也是俗称的食脑变形虫 是吸到鼻子的话 它可能就会跑到脑部去 引起脑部的一个伤害 食脑变形虫是在河川中生存的单细胞寄生虫 最喜欢温暖的环境 在摄氏35度时生长良好 甚至可以耐高温到46度 所以要特别留意温泉水含氯量不足的泳池 或温泉SPA池以及野稀都要小心 专家建议别到这些地方将鼻子头部进入水中 包括潜水跳水都可能增加感染几率 不过若是喝到并不会被传染 也不会人传人 西北市卫生局介入调查 业者预防性停业 但也有话要说 我们有过滤的系统 加滤钉 取滤性和消毒的功能 我们都没什么问题 有医生表示感染后会出现八大症状 包括发烧头痛 颈部僵硬意识改变等等 病程快速 5到14天是最多的 那发病以后呢 突然很快就死亡 近50年全球仅出现200多例 这起是国内第二起 第一起是出现在2011年 是接触温泉水而感染死亡 相隔12年再出现第二例 目前已经追查600多人 希望先进一步厘清感染源 减少民众担忧 这黄天耀杨宗燕台北报道